新闻 哇 哇 哇 229还不是每年都有的 真的 那么228刚刚过 那么这个228的纪念日 228事件 在台湾的这个近代史上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不管在转型正义 不管在追查历史真相 不管在族群的融合 不管在这个历史变迁里面 都有一定的地位 所以也许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意义或者有一些禁忌 可能不容许在这个上面 做一些创意跟cursion 那我们今天呢 就从一篇这个 所谓的游乐园的一个促销 开始说起 我想他应该也没有什么恶意 那只是想228是一个纪念日 可是他不知道 这个纪念日背后的一个 非常深刻或者是沉痛 或者是触及很多人的悲伤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有了一个228专案 属猴身份证字号有228的 或者是史上第一次优惠条件 有乘以2 超值乘以2 欢乐乘以2 所以228的这个猴年 成双的一个专案 就一个广告商业的手法 就是228刚好是放假 而且刚好这几天又是廉价 所有的游乐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促销的一个时机 但这的确 这个触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情 那网友呢 就在这个脸书上面 在网络上面呢 就这个攻击 冰案攻击啊 回应了这个这个促销专案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因为他们是这样讲的 他说全世界 为什么会拿一个这样子一个 悲伤的历史记忆呢 来做促销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难道日本人 会把广岛圆报纪念日那天 买广岛烧买一送一吗 美国会把911纪念日 这个纽约帝国大厦 在那天免门票还送爆米花吗 那么甚至于这个集中营那天 会开放免会参观吗 还这个让你去经历那个过程 然后再促销吗 那么东南亚这个南亚大海啸 这个饭店游泳池会饮料免费续杯吗 那这些公集其实也都很多情绪化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小鹏老师先问好了 就是228纪念日这个事情 其实或许这些游乐园的这些 广宣文文字工作的这些年轻人 真的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放假日 并没有去深刻体会背后的触动的意义 这个看起来实在是很令人痛心 其实这个现象不只是今年这样 我观察自从有放假以来 每年这种情形 而且很多年轻人问他说 你今天为什么要放假一天 就是可以去看电影那时候去玩 竟然是把228纪念日当做是看电影去玩的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228争取放假的一个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困难 所以我说我们过去常常有一句话说 我们要走出悲情 我起过一篇文章 我叫走入悲情 我说今天年轻人谁有悲情啊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228 你去问一大堆年轻小孩子 不知道什么叫228 他从来没有悲情 他这一天玩得很高兴啊 所以你要跟他走出悲情 我说你先走入悲情才走出悲情 李老师 因为我们228现在都有悲情 是 去年有这个新闻台记者就去访问年轻人 在街上 对 有的看电影也会去餐厅 他问说 你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放假 他在那里说 今天不是行献纪念日吗 哈哈哈哈 他问一下 他在那里说 好像是讲公诞子 哈哈哈哈 两个都答错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也不用对我们的孩子 年轻人这么 这么失望 他说 这个有一个台湾的教授在讲说 台湾的年轻人 就对228不了解 都没在讀書 叫一个日本教授 他也有教育 他就说 差不多啦 我们日本更惨 为什么 他说 他有一天啊 谈到 这个美国跟日本的战争 有一些学生站起来 蛤 老师 我们跟美国打个仗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一个折托了 老师那还有一个階段 我说 最后我们大影哲的打輸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 我跟你说 日本毕竟 他的意识意识还是强多 他基本的不是很多事 少数 当然 普遍来讲 台湾人的历史意识很弱 对 而历史意识很弱 跟历史交有关 你以前打的是 与中国的历史 所以你砌历史 你会觉得我购物就强 我没关י的东西 這樣你如何培養你的歷史意識 所以慢慢的我們才 回到我們這個土地上面去看我們的歷史 那講說我的年代的教科書沒有提到二二八 沒有沒有沒有 一個字都沒有 我跟你講我1952年 出生 1952年出生 我在1971年進政大 那個時候政大的歷史系 沒有台灣史 有一堆西洋史、中國史 就是沒有台灣史喔 在台灣的土地上面的歷史系 沒有台灣史 很奇怪 以前你只剩一年級了 我一年級 我是教育師 教育師 不過這個可以請教一下陳先生 陳先生是二二八發生的時候你幾歲 八歲 八歲 小學二年級 喔 好 你有讀日本書嗎 沒有 我是在政奧第二年讀小學 是 就是說二二八還沒發生的時候 這個和日本統治的時代 那個社會的穿著 生活水準、氣氛什麼樣 我完全沒有小聲 我小時候 那時候是日本統治的時代 教育看的 交通秩序非常良好 日本人的穿著都很合乎 看起來是讓人家印象很深刻 很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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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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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台東看起來和日本人 完全兩樣 我們完全沒有小聲 是 尤其是看到國軍 穿草鞋 你有沒有看到國軍啊 有 我特小的時候 他八歲一定有看過 對對 你到底 我特小 台南 台南人 台南人 對 成功國小 成功國小 剛才和陳先生 有緊緊合在一起 成功國小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東半邊 的校舍 是 扭出來 讓國軍做 臨時的軍 所以我對國軍的了解 很親 你知道嗎 在特小的時候 哇 那九石裡面 那些軍隊 說話 跟蔡西亞的 炒炒 怎麼 沒有什麼軍紀 對 沒有軍紀 你說到沒有軍紀 我想到更厲害的就是 有一個 我小時候 在大操堂 在升旗典禮的時候 大家 在參加升旗典禮 國旗 染染上升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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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勞 九石李勞 那些國軍 有一個偉紀的國軍 調到他打 打到矮的球 一邊在新國旗 那邊 打到矮的球 這個我印象很親 所以我們的軍紀 實在是不好 是 但是 那個時代應該也是 所謂的祖國要回來了 對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 這個環境吧 對 應該這樣 你們有什麼方式和環境 那時候我在台南 是沒有看到什麼方式 但是我看到這些 這些廠商品 看到台北那裡 在環境 都幾個掛國旗 對 那那個 那個 陳儀來台北的時候 兩邊 邪道歡迎 相片都會看到 啊 好 台南家有時候 叫家裡面有國旗的人 對 的家庭 把國旗掛上去 台南是差不多這樣而已 我記得陳成坡 陳成坡先生有一幅畫裡面 就有 就有這種 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又 這是陳成坡的話 這是畫嘉義 對 你看那個國旗喔 在那個高樓上面 那個是 這裡 還有人拿國旗在這裡 對 這就是當初是 一求四千年左右 應該 一求四千年 國民黨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 要再掛國旗嘛 對 那時候 鋪片上 你是台南 這是畫嘉義 那時候的穿著是這樣嗎 我補充一下 我一張這個圖 在台北的學生 還穿著 日本時代的學生服 手拿著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 穿的衣服是日本時代的學生服 然後夾到 歡迎當時的國軍 真正旗 真正旗 看完當然 像穿什麼也沒壞 看完當然 出來就不一樣了 所以陳成坡老先生 當時是 在情緒上 民族情緒上 是迎接 是歡迎的 還加入國民黨 對啊 陳成坡第一個畫家 加入國民黨 是 一年四個月後被槍斃 所以也就是說 為什麼 現在回過台就說 這事件的發生 一定有它的脈絡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些 現象的一個部分 它真正骨子裡面的 真正衝突的對決 是什麼原因 好 徐老師 不好意思 稍等待你請你補充 我們進個廣告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就是剛才陳老師 陳校長 他是無縫工專的校長 退休了 是 這是就是 陳崇光先生送給你的 是 陳成坡的照片 那講一下陳崇光先生是誰 陳崇光就是 陳成坡的長子 陳成坡的長子 現在九十幾歲 對九十幾歲 是是 你就是教你的 所學老師 對 對 那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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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陳成波先生他畫的 那個時候他畫的嘉義的時候 其實是很歡迎祖國來的 對不對 就是他很歡迎祖國來 大家騎海飄洋 可是呢 後來他又被國民黨處決了 這為什麼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是覺得有一個很嚴重 就是剛剛美能講的 有一種文化的衝突 那台灣在日本時代當然是殖民同志 但是也帶來一些近代化的建設 那經過50幾年 跟中國之間有很大的文化的落差 那對於中國來接受的人來講 那台灣這些人本來想說 應該是同文同種 應該是很像 奇怪咧 講的是日文 就台灣人講的是日文 穿著是日本式的穿著 當時是屬於一國兩制的狀態之下 台灣的台幣跟中國道的法幣的匯率 是對台灣非常不利的 所以那汪宜定先生 就以前的經濟部次長 他的回憶就說了 他在中國大陸買不到什麼東西的法幣 到台北市來可以買到兩套西裝量 這就是一個落差 那本來台灣人其實就是 台灣人期待的是 那第二個是台灣人期待的是 祖國來了是不是當家作主 本來期待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你認為你知識水準很高 可是你講日文對他來講 是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文化體系 所以是遭到打壓的結果 所以台灣人不只在政治上沒有處理 連經濟上都出問題 楊亮宮在228事件的調查報告裡面就說 整個經濟的控制 讓台灣從大資本加到小老百姓 在經濟上都過得非常的痛苦 因此我們看白崇溪 來台灣的宣誓第一號的報告裡面 就明白指出說 既有的經濟統治體制 必須做全面性的改變才可以 對不起 這是宣誓的 後來是沒有改變 你剛講說台幣跟法幣 我記得我看過那個 顧正丘女婿的這個傳記 那個就是經濟名領劇團顧正丘 她那個時候是因為來台灣演出 然後後來是因為大陸淪陷 她回不去了 結果你看鄭大哥你這樣就差多少 那時候她就是拿台幣嘛 對不對 可是就有人跟她點 她趕快手上不要有台幣 因為每天演出都有現金 她也算聰明 她就說好 我就通通買小黃魚 那個時候的黃金 她們就是幾粒幾粒都叫做小黃魚 她有台幣就不會小黃魚 她有台幣就不會小黃魚 結果四萬對一塊的時候 她都是金 她有黃金你知道嗎 她的損失沒有那麼大 四萬對一塊是後面 那就是後面 1949年 可是她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她就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就是說盡量手上不要留台幣 就是所謂的舊台幣那樣子 這樣子資產差多少 差很多 我說我補充一段 就是以前國泰醫院的董事長 他有做雷工 陳凱摩 陳凱摩 我知道 他是蔡萬寧先生 在辦古泰醫院的時候 從台大把握過來 對 他說他英文就不會叫就忘記了 四萬塊多一塊的時候 他們把自己一個給上床 那些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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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又要要 因為四千萬存一千塊嘛 不好意思 李老師這裡有一張陳凱摩 他被槍斃後的遺體 他給家屬喔 沒有 這個家屬領回來之後 他們家人把他倒下來 有清理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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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洗過了 然後他的眼睛沒有掛喔 很遺憾的是什麼 一個台灣的美術家 在美術節被中國軍人槍斃的 拜託那黨的中國軍人 不知道你是怎麼給台灣的美術節 沒有人管這個 對啊 這個結果就是說 大家沒想到會這樣子 滿腔期待的迎接 心中的祖國 對 我問我阿嬤 那時候戰爭結束了 你什麼感覺 我開心啊 你怎麼開心 祖國要回來啊 說好啊 祖國要回來 祖國來你感覺怎麼樣 怎麼知道祖國來變成阿嫂 阿嫂 他說 祖國的名詞沒有在用 阿嫂 說阿嫂是什麼 就一堆來這裡 把你吞到會議錄的人來 是說這樣 是是 我外公 打招呼喚比較 分配 畢業後 當小學教員 他第一屆教的一個學生 班長 叫做湯德彰 所以我外公 我外公的會議錄 他說 我這一生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我第一年教的學生 那個班長 生態非常好 而且做人很好 都會照顧學生 都會照顧同學 但是他一直在八千筆 說這個 他最痛苦的講態 這是一個 這是湯德彰的紀念公園 對 還是那個嘉義 在台南 在台南 湯德彰的紀念公園 為什麼有一個紀念公園 他剛才說 原來是台南學律師 因為他參加 你如果說的 學生是律師 對 他律師 對 台南學名律師 因為他參加 228 散後委員會 臺灣分會 清鄉工作的時候 就列入了 因為228 最好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 暴亂階段 十天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是這個 鎮壓階段 六天 都有早天 早天以後第三階段 就是清鄉工作 用這個SPA 是寄要人員 密報 什麼人有誰 誰有誰 密報出去 湯德彰就是 去給密報的人 害到 那裡 新聞之後 是判死刑 判死刑 判死刑 手 戴上刑具 然後 就是軍車 軍車 在台南市 市間遊行 遊行示眾 之後 最後 載去台南市市中心 民生立員 執行槍殺 這個貴庭 這是一個 因為一個 城大機械系的教授 吳啟樂 他已經達過世 沒多久 他親身告訴我 他說全庭 安投稿 他都有對 對我去看 是 是 這是唐德彰 厲害 這是唐德彰 這是他的獎品 是 哇 那個獎人 唐德彰在那個 以前叫做民生立員 先不要叫唐德彰紀念公園 中正路那個 以前日本時代的小孩 那個地方 鑑鼻 很老的地方 我的阿姨 我的七季 他以前差不多七八歲 他也對人去看 很多人來看 所以在他鑑鼻的時候 他是挺著 他跪下 他不需要跪下 他在怒罵 要給他鑑鼻 那筷子手 最後 子彈從這裡打過去 他才會溫下來 打的時候 旁邊的人 大家都會溫下來 民眾很多人都溫下來 是 是 他剛才說陳成波 他就那麼歡迎祖國 為什麼要去逛逛逛逛 是這樣的 陳成波他去過中國 所以他會說北京去 他是嘉義七參議員 所以當時嘉義七也做一個 二禮拜處理委員會 做交涉就對了 以前那個軍隊 被圍在水上機場 就是說要含那些水上機場的軍隊 類似談判就對了 就要找那個北京去的 他還刺到他 他刺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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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幾個議員出來 特別是他要說 記得來出面好 他說當然好 就是要做談判就對了 那是那個和平史 那你就好 買水 還有買水 兩腳車 這些和平史就塞進去水上機 還要水果 還要水果 還要去軍隊裡面 衛繞就對了 類似和談就對了 談判、交涉就對了 這個叫做和平史 那是其中的一個 就做了那裡去嘛 因為全部都掉了 那當時很多大加義七參議員 刮臨、打木機 有醫生、有醫科、醫師 都是很優秀的 全部都槍斃了 就在嘉義火車站前面 廣場在那裡槍斃 分成兩批槍斃 沒有審判啦 那時候哪有什麼審判 所以那天他們家的人 就是爸爸是要去和談 你說的審判 剛才說湯德彰 那是有審判的 湯德彰有審判 槍斃有審判 槍斃有審判 槍斃以後才審判 有的有審判 有的沒審判 譬如說我們剛才說湯德彰 有審判喔 他審判審判有罪了 人家就已經槍斃了 你審判有罪了 法院的審判書來說有罪了 人家可以讓軍隊槍斃了 不是 我是說陳成坡先生 他去談判的時候 他們出來的人 就是爸爸是去港工的事情喔 那天去都被抓起來 以為會這樣嘛 以為是這樣 就全都被抓起來嘛 當時對台灣人說 不能接受的是 你看民國36年3月28號的一個報紙 36年就是1947年 二月28年 禮拜那年嘛 一個月之後 因為有一個白部長白崇喜 向國內外報告 採明台灣事變的真相 希望國人多多了解輔助 更希望台胞愛護祖國協同建設 造成此次不幸事變的原因 因為這太小 我們不要讓我黏著你聽 我正時黏著我無所謂 這個等一下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新聞報告話 造成此次不幸事變的原因 造成此次不幸事變的原因 就是國民黨的歷史就是這樣 都沒有要檢討自己 都是檢討別人 就頂尾書也說祖子儀嘛 ok 對不起我扯遠了 有點情緒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講的 兩個原因 有原因跟靜因 曾大哥聽看看 造成此次不幸事變的原因 受日人偏俠惡性教育 與歪曲宣傳的疑毒 要用現在的語言 就覺得黃民話太嚴重了 再來 這是原因 奴話奴話 中毒的 原因啦 你們就想一邊到奴話 再來 靜因 那時候他跟阿強了 灰、火爹啦 最多衝突 靜因 是共產黨 及野心家 利用棄屍案件掀起暴動 他們都沒有關係 但你要注意這個事情 這個報告裡面 在國民黨高層是被打臉的 因為 高層也有聽不下去的 也不是大家都不了解這件事情啊 對啦 特別是 你要把它歸咎到什麼 中共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就很嚴肅 到底抓幾個共產黨 這裡面就有問題 中毒的就是派他來處理 派他來處理 派他來處理陳磊所造成的228事件 這個就是白重洗 白重洗其實就是白先勇的爸爸 後來他來處理之後 台灣人的感受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事情要分做兩部分來講 第一部分來講就是 他當時 你剛剛報告是後面的 他宣佈第一號裡面 有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 然後也同意說很多既往不救 所以當時我覺得是 對緩和當時緊張的氣氛 是有一點點幫助 所以有不少台灣人會說 白重洗來跑一走白重洗 這是安全的 這個資料是有的 我覺得這是事實 因為既往不救剛好棒狼出來 你剛剛說了 但是他來台灣之後 來自陳磊或各方面的軍情報告給他 使得他也有一點改變 所以剛剛美人講的那一段 他認為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他就提出這個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原本想推動的改革 他有相當程度的動搖 那更重要的是這樣 已經 剛剛小鴻兄講的是重要的是 228事件大部分人都沒有審判 被打死很多了 然後到你家抓你的時候 你是有頭有臉的 你要是 但是呢 還有另外一些人是 還當真被移送法辦 那移送法辦 很多被移送軍華審判 那當時可以軍華審判嗎 那辦公室認為 這個又做了一個雞旗嘛 那蔣西寫的支持 可是你看陳誠的千誠就不這樣寫了 宗史根據借英法 台灣那些人都沒有寫的 但當時不是接戰區域 這些人也不應該受軍華審判 只是說 就做下去了 頭上一半點了 反正就死不認錯 繼續做下去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對不起 我插一句話就是說 政黨輪替都已經第二次了 所有當年的史料 都被充分揭露了嗎 這要回答 我說歷史研究 史料永遠沒有辦法 不永遠說史料永遠說 都說清楚 你的課題是之前研究不完 所以看我們界定在哪一個主題上面 但是如果像菁英的危害 大概差不多全島各地的菁英 差不多哪些名單都可以知道了 是是 都可以知道 但是進一步說 那菁英到底是在哪裡被殺 我覺得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都知道說228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按照民進黨經兵這件事情 是說 大概有2萬8千的台詞 沒有 不是 國民黨這件事情算出來 1萬8到2萬8千 但是國民黨時代做的那個 行政調查報告調查的結果 只是出版的時候那一張沒有說進來 是嗎 不然總共是多少 人口學者 當時的計算是1萬8到2萬8千 對 2萬8千 那 我說 最重要就是台灣現在都知道 有非常多的受害者 加害者是誰 今天就是說沒有解決就是說 你為什麼人都死了 加害者並不願意承認 這待會兒怎麼討論 我先跟大家再介紹一個陳誠波 陳誠波 為什麼我們說它是台灣的精英 它是東京帝國大學美術系畢業 台灣那時候科威調的我看不幾個吧 台灣有 這裡有經濟能力好的去討論 應該是不幾個吧 應該是這樣 那它後來的死 是因為 它被國民黨軍隊逮捕 行球虐待 3月25號用鐵線貫穿首長捆綁 帶往嘉義市區 郵街示眾之後 在嘉義火車站前面遭到槍決 4月15日 3月15日 這是有康幸嗎 是 用煙燥幫你 拔在後面 幫你貫穿 朱大哥 我們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其實是非常非常千辛萬苦拍到的 它的算是最後的衣容 眼睛沒有閉下來 是 因為呢 據史料說法是 當時它的屍體是要曝濕三天 然後家屬才去把它收回來 然後我們從 你剛剛講重新把它清洗乾淨整理 然後是非常困難 因為當初是 你剛去收這張上 你也會怕讓你抓去 然後呢 才請到人很匆忙的情況之下 留下這張照片 作為一個歷史的證據 你想 不要讓你收喔 千辛萬苦把他收回來喔 千辛萬苦又找人頭髮緊吸一張 這都是 你現在想很簡單的事情 在那當時想都是 千辛亦法當中 你可能隨時都會再多死一個人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 你說陳家後代 一輩子 他被槍斃還知道地點在哪裡 知道屍體在哪裡 還有一種是不知道屍體在哪裡 後來找回來了 譬如說像這個吳宏旗 他其實齁 他的屍體不知道在哪裡 他們夫人聽到說 對島有什麼屍體 就去認了 所以後來聽到說 南港橋下有八具屍體 他去找 果然是他先生的 然後他搶著 離家後 把他收拾 然後再把他拍下來 所以現在額頭就有槍孔 好 那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也是好 跟我們爸爸開工 他開工說 這個 既然你經過日本統帝的時代 跟國民黨統帝的時代 為什麼你們對日本人的印象有比較好 他說其實我們本來對日本人的印象也不好 我要講這一點就是說 很多人講說這是農財嘛 黃民化嘛 無影 我爸爸為什麼他這樣跟我講 應該講有電影講的 痛苦是要經過比較的 是比較 我爸爸說 說我阿伯的大兄 因為被誘賴 說他偷偷魚 結果衛警審判 撩去廟墊 結果因為被誘控 有兩個人 因為那時候都有綁辮子 所以兩個人來 辮子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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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會之後 叫所有正頭的人來 日本人說 偷竊就是這種下場 牽擺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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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跟台 日本人跟台 你覺得台灣人對他們印象好嗎 有經過審判嗎 就說一樣 有經過審判嗎 對不對 有證據嗎 都沒有 日本人很壞 不要說日本人很壞 那時候叫人 日本人 他叫人 他叫人 我爸爸說 那時候很可憐 為什麼 你含著技就不可以說 你要怎麼把自己變成 你會叫物色事件 他也是日本人很壞 那時候老實說 對日本是很害怕 這是事實 所以我阿公他們 他整個都走到鼻子 因為他不曉得 接下來要抓多少人 你根本不了解 很可憐 那麼 後來 所以 到 就是在戰爭末期 太平洋戰爭末期 他說那時候也 過了有夠難過 沒什麼吃 配夾 一個月要吃兩遍肉 一堆肉就很困難 米也一碎而已 所以吃 跟小孩說小孩說 為什麼不養豬 含豬你也不可以自己帶 何不吃肉米 好 那所以呢 就是說我爸爸就說 國民黨還沒來的時候 其實對國民黨有期待 對日本人印象 變不好 可是 來之後我就覺得 這不是自己人 這是同胞 中華民族 祖國 怎麼長這個樣子 你說這個我記得 我一個中文 而且貪污舞弊 我一個中文 參加文化協會 所以那時候 所謂光復的時候 很歡迎的 以臺人 揮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 走來嫁人 說我要認接我的祖國軍隊 我告訴你 你認接了怎麼樣 他說 我看到祖國的部隊看了 我回去靠親眼的刺激 他說 蛤 我的祖國的部隊就是這樣 那黨的資訊都不對稱 那不是 資訊也不透明 也不知道說 不知道嘛 不是跟著纏著打破那沒關係 你炒血布是那個都沒關係 那是爛爛頭後 大小便 夭壞 吐壇什麼都來了 他說 已經打敗仗的日本 還是雄鳩洲七央的軍隊回去 怎麼差這個 他說 我的祖國 他說 以前一時刻 聽了一位在選隊 中國兵很差 他說 親的下帶 也是一戰爍下去了 中國兵 腳長不太對 他說這一定是本來的名字 這就是汙蔑的 結果來聽他說 真的耶 我看著我看著做國是這樣 說他靠親了 我阿公、我阿伯、我爸爸 他們都沒有改日本名字 那時候不是有所謂黃民化嗎 說你改日本名字 你就有比較多佩金嗎 其實這有時候都是扮謠言 台灣人要改日本姓名 沒有那麼容易 一不是強迫 而且要很多條件 可是你想改就能改 這跟朝鮮不一樣 好這個等一下講 那我要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觀眾看到我們這樣講 在罵我黃民化 我還說不是這樣 但懶得跟他好好講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這個廣告 有一些證據 不是 新聞 不是你想要改日本名就改日本名 為什麼 因為要件 他國語家庭 在台灣都叫國語家庭才能改姓名 國語家庭基本上是要 你全家都能夠講日文的要件 全家都要會講日文 這要件是這樣子 當然如果說特殊的譬如說陳毅松 他媽媽不要說 不過因為他東京第一大比 沒有當初不知道也要給他改 陳毅松是不會改 所以這樣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即使全家都會講日文 我可以不改嗎 當然可以啊 陳毅松就是 陳毅松就是 他沒有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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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改日國語家庭有什麼特別 剛剛總之他配金比較好 找頭路比較好 但他比較好 因為建市都配金嘛 配金比較好 找頭路比較快 跟國民黨來講日文的意思 對 我們爸爸說 我們爸爸說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好跟日本人的壞 他說他覺得日本人的好 就是他對台灣的衛星 就教育得很深入 譬如說 我們以前都有很塞俠 就是我們家旁邊 有一個褲子 他說那就是污染引水來源 破壁 所以日本人就教說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再來他說 鼓勵大家家裡 如果要去處理的時候 都要開湯 他說開湯到通風 採光才能進來 空氣才會好 然後教大家要大掃除 我說大掃除 這個是什麼 一年一遍 他說沒有一年四遍 一年四遍 那一年四遍 但是經產派人來檢查 對 因為你裡面檢查 檢查 不好意思 沒過 家長說得很容易 英國警察說得很容易 他講到很容易 那也很容易 大家也不要說不明慾 所以大家就開始重視清潔 這個事情 還有教大家刷牙等等 所以他是說 他確實看到好的問題 那那時候你年紀太嚴重了 所以治安太好 問無關也不差就對了 可是你 因為這邊的治安這麼好 這麼乾淨 你看到那邊是那麼的不乾淨 那麼的貪污舞弊 所以他說兩鄉 他說兩鄉比較 你知道我講的 因為有比稿 所以才會說 這不是比較既然 怎麼還這樣 我想這個陳老師的書裡面 有寫到就是說 不要我們太 不要台灣人看 也不要中國 這個國軍來看 我們讓當時的香港人來看 這個世界 我覺得可能有一個 距離更客觀 他寫得非常好 他說香港當時在 3月16號 228事件之後 228到3月16 半個月而已 出版了一個青年知識 第20期 看出一個史堅 他寫的台灣的災難 他曾經有個客觀的評論 我把它唸出來 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感覺一下 他說1895年 日本的接收台灣 台灣人所得到的是 殖民地的法治 可是1945年 中國的接收台灣 台灣人卻得到 無法無天的統治 他們覺得前者比後者還要好 台灣人覺得 法治比無法無天的統治好 最低限度還有法律 依據不至於無所適從 當然 這也是另外一個 很顯然的對照 他說有客觀嗎 基本上這樣 日本人的政法有整紀 可以這樣說 他的辮子綁起來就大了 怎麼有整紀 我覺得整紀就是說 我說比較 第二個是按照時間 在鎮壓的時候 非常殘酷 死了很多台灣人 這當然是事實 當然是文保證說 外來族群沒有鎮壓 來跟你鎮壓 你講的還有道理 我們不是鎮壓嗎 我們自己人在鎮壓 所以我講的是這個 第二樣大家說 我們像很強調 陳以儀政權的這個 貪賬王法 無法無天 但是我覺得結構性的因素 是針對二二八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就是沒這麼嚴重 他單單對於法治的觀念 所產生的問題 單單他對大年經濟 他要怎麼處理 我幾個年 大南是本來想說 做國人有機會 我們剛才說政敵 從政 我們也說經濟方面 原本是說 不然日本人才去那邊唱大人 不然鄉大人 沒有了 不然說 賣大人人 他也賣了 他說因為我要發達國家資本 沒關係 不然我們自己做好嗎 不行 應該要節制私人資本 你說像這樣 是 其實是掠奪 感覺是什麼 非常掠奪 你剛才聽《時間》 香港的出版的雜誌 你去看那些東西 中國的所有的報紮 很多記者、學家、作家來台灣 回去社會的報導、郵寄 清一色的 都讚揚這是一個很進步的地方 很少喔 你還沒有看到說來這裡 這裡很髒亂 沒有 你全部清一色都看到 還有記者站在基隆的碼頭 看到基隆的碼頭 他說這50年來 如果是我們統治的 大概沒有這樣現代化的基隆 1935年就辦博覽會了 1935年 始政四十年博覽會 那時候有一個 大概差不多這個時候 有一個江康福 中國的社會黨主席 他在那個問 來台灣游利 回去寫了一個 一個游記 那瓶游記 把各地的不同 全部都比較出來 他說 從廈門到基隆 一夜之隔 一海之隔 破絕氣象完全不一樣 謝謝 不過請教一下陳老師 日本人要走的時候 老四十五斤的新式糖廠 因為我們在台灣那時候 產糖嘛 是是 但是這個 尾聲說這些湯匙的 湯匙都總是 外星人來做嘛 是是 那是來行來做 也OK啦 那有來行嗎 因為來行好像 也很金金 在看有錢有金了嗎 怎麼說 真的 就接受 來這個 台南館的毛豆的湯匙 那毛豆的中藝湯匙 那個湯匙是外星人接收的 接收的時候 那個湯匙看到 先叫 先叫的薄荷鐵湯匙的 才三明星來看 看得到金蜜 二十五基 哇 蜜蜜就大力起來 金蜜二十五基 就馬上去的工藥 你把湯匙收拾好了 收拾的 二六基收拾的 上來湯匙收拾好了 對 而且上來 湯匙看得到 就跟他媒體的工藥 我說我叫你 送金蜜 你為什麼送鐵蜜來 原來 鐵蜜 日本就是金蜜 哈哈哈哈 日本很精采啦 這樣喔 對 很精采 他如果叫是金蜜的 他叫就是金蜜的 這個故事 就是我的太太的校長 叫做林申賢 林秦賢 秦星跟我說的 是 因為這林秦賢是 沒辦法那一家的夢作 而且李教授也沒禮 剛才我跟那個 師傅在談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知道 華營的經理 華營 這個人來做 華南銀行的 台南經理 華營 這個人很老實 公園不會賣 是 所以我真相信 啊 銷的我去找裡面 哦 這沒專業 也要來做青廳就對了 對 那台灣人不好 對 不好 不好 有的在中國 不要看過金蜜的 來這裡做青廳廣的主任 在中國不要看過火車 裡面鐵路叫做客丸 啊 那薪水又比負責 負責長那麼多 因為那時候同一個工作 薪水 大陸人是 台灣人多一倍出來 嗯 可以叫做 偏點地區加縫 所以其實 其實很多外省人 真的是 得到一些很多的方便 那這些方便 或者是這些 都是因為有 另外一部分人的 被掠奪 對 被掠奪感 所以以前 包含你說在傳播圈來講 這個 大部分以前大概都是 呃 外省人會覺得 我們哪有掠奪你們 大概是憑努力 可是光是你國語 比人家自證腔圓 你就知道你得到很多機會嘛 在考試上 所以 是啊你知道嗎 在 不管是三台廣播什麼的 你知道嗎 記不記得 李季准 永遠要去讀國語 就是把一個字一個字的 矯正那個音 然後才出了一個李季准 記不記得以前有個廣播名人 很有名的李季准 他聲音非常好聽 那其他人永遠可以在AM啊 你看那個主流媒體 全部都要自證腔圓 我覺得你現在講的是後面 我覺得應該我們再看1945 特色1950年代初期 那更明顯 因為那時候你要考試嘛 考試用中文來考 那對於原來不是讀中文出身人 這考試的不公平性才更高 所以當時楊亮公啊 就打報告給蔣介石 說啊如果這樣是不是 考慮題目弄完之後 他能想用日文註解一下 因為剛剛講那個金腿跟鐵錘 那就是日文的漢字 漢文跟中文的漢字 意思是不一樣的 我舉一個 我比照一個例子 如果兩岸要這個 大陸要接收台灣 我是舉例 為什麼要用簡體還是繁體 你告訴我 這就是差異嘛 就是差異的問題 你不要說日文跟中文差那麼多 好嗎 只要你簡體跟繁體 你要怎麼處理 你告訴我 到現在還一直有差異 從戰後所謂的廣誤 到現在一直有差異 叫你寫簡體資料寫不出來 不要說日本要寫中文 他還要寫 是啊 所以建築初期都是那個 同樣的嘛 對不對 我跟他說工廠的廠都沒有寫在裡面 其實有很多簡體資料沒好 趁參議員個國際就像陳以執行 你不要用 因為我們台灣人 不要說國際作為理由 來排斥我們進入公職 這特別嚴重 這是對我們的歧視 那後續的回答更妙 他怎麼說 對不起 依照中國文化 本地人不能在本地任官 我覺得這樣回答更好 這親在就這樣 一般就要進入法國 就法國 天法國 新聞 畫畫畫 有一天我們 因為現在香港的電視台 已經有簡體字字幕了嘛 所以李老師 有一天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字幕都簡體字 你要考幾天 我跟他說的就是 我們這兩邊的差 你們五張考慶每七天 你要考幾天 就是由於日替 所謂的光復 那時候來到現在 其實都一直在差異中 我們228為什麼會產生 有的表面上說是族群衝突 有的說是關閉民法 沒錯 這是表面的 那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兩個社會落差太大 兩個社會落差 價值觀內生活水準都不一樣 但是是水準比較差的那一方 也就是說前進代的 pre-modern 前進代的一群人 來統治一個 已經進入現代化的一個社會 產生了這個一個落差 有一點這個插話 這個離開話題就是說那個 新疆 中國叫新疆 他說為什麼那個 所謂回教徒 還是伊斯蘭會反抗這麼激烈 就是他們所有要做官的 公家人員考試都考中文 對 我問你 他們小時候讀伊斯蘭文的 要怎麼做 你能有機會做官 可以考上去 不是講維吾爾族語的 維吾爾族的 他們有他們的文字 對對對 這個就是早期台灣就是這樣嘛 不是啦 鄭大哥我去過新疆嘛 你不要講這個 你光是時間就不尊重人家 他一定要中原標準的時間 北京時間 所以新疆的人都知道 你用北京時間 還是用我們的時間 這樣子 對 在新疆是兩個時間 他有時差 有時差兩個小時 在新疆 新疆的人都已經自己也 時間都中央集結 也適應出一套 適應的方式 時間要兩個 對 中央跟我們自己的時間 所以北京早上8點上班的時候 他們其實等同已經可能是晚上10點 或者是清早6點對不對 就差一兩個小時 差一兩個小時 這樣就沒尊重嘛 也沒說白的嘛 而且根本上就是不符合現實的狀態 對啊 不符合現實的狀態 我再講一下 我今天看到那個丁丸堯 丁丸堯 那個故事給大家講 那是白色恐怖的時候 給大家講一下 丁丸堯是白色恐怖的台南人 電信案 正確不是二二八 沒關係 讓大家瞭解 那就是對左派人士的 有左派思想 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整數嘛 當然是這樣啦 說不完呢 沒關係 說一下 因為喔 老實講我以前不曉得丁丸堯的故事 我是今天看到以後才覺得說 這個有必要讓大家知道 今天今天講一下 不會啦 你講到 對啊 跟大家講一下 他先牽涉到省工會嘛 是不是省工會而已 我們這樣講就說 不好意思 以丁丸堯來講就說 其實 這個人是什麼人 對 他是想到什麼人 他是電信 電信 也是省工會一個案 但是那個當時的案子 以丁丸堯案子來講 可能是 是煙夾錯案的機率比較大 劝的啦 劝的啦 劝的把他污衊的啦 那牽涼啦 牽涼啦 因為你要知道 這當時包括什麼 像說 你的兄弟糟糕 跑到你家來 那你也會有事 對 但是這種事情就是說 變成說 他裡面的人 我記得這個案裡面 所以我這樣想起 沒法記得清楚 你不是問我嗎 是是 但是就說 當時他因為這樣被抓 可是那判決 不是始終判不出來 所以丁丸堯還 曾經有一陣子是放出去有沒有 我還記得他還小小孩 然後還抓進去 因為小孩也抓進去 對 後來 他要槍斃 因為要槍斃丁丸堯的時候 還把那個小孩撲起來 對對對 把他的老婆撲出來 對 要把他的老婆撲出來 那小孩有事了 好 在監獄也那麼多年了 你說的這個 那個小孩子沒有被槍斃已經很好了 對 沒有被槍斃 那個 曾經有這個案子就是說 大人帶著小孩坐牢 等於大人要槍斃了 那那個獄中也說 還給這個小孩怎麼辦 不然乾脆小孩也打掉算了 小孩連紅槍斃 小孩也槍斃 對啊 有這個案子 當然這不是禮拜 這是已經50年代的時候 是是是 也這種情形 所以 地方咬的孩子沒有被槍斃 已經還不錯了 是是 看那個時候多贊斃 那我請教這個陳校長 我剛才就說 其實我覺得 所有的社會氣氛是一個醞釀 到最後有一個爆發點 是 譬如說 這個什麼 貪污撲壁 還有台灣的物資 穿到中國做內戰 對 所以那時候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思想的時 我寄得很清楚 生活普遍大家都很壞 因為沒有美人吃 沒有美人吃 就 就 就給大家看 韓族 在成長得快嘛 都用韓族 來 拍冬 拍冬 做韓族冬 然後 做韓族 韓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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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胖都吃這個 是 三胖 都吃這個 所以 吃點餓 三胖都吃這個 一直放肥 當然 吃點餓 所以 那時候我對 很緊張嗎 很緊張 所以我家裡 有一個 酒精苦的 寺庁 冷室的寺庁 他們都常常有這個 尖國國小的 尖時菌燈 那些菌燈 當 用那個 用那個人搭來 搭那個飯屁來賣 噢 飯屁 那是炒灰燈的 對 炒灰燈 對 就滾到他吃春的飯屁 沒有的 滾到沒有的飯屁 他們常來市場賣 這樣變成大家 三桌去賣 還有人賣 對 三桌賣 這樣就標示說 那時候大家生活很壞 好餓人 吃米就沒有了 那飯屁怎麼吃 有時候是有錢 沒有米 對啦 缺米缺糖 因為那個 強針米糧 關山糕節 豚雞米糧 風台有吃 我這裡有一個 這是1946年 民國35年 有一個集集 叫做星星月報 裡面有很多漫畫 這個漫畫 就充分反映 那個時候的情形 你看 這個農民 深深刻刻 那不是米方 不是糧荒 對 這漢也是這麼正 就很正 有米但是囤積的 然後就 有的運到中國去 有的就是囤積米 風台有這個 所以 沒有記憶力氣 這張豬鼠鼠鼠 這也是同樣 星星月報 上面那塊 下面的漫畫 沒有記憶力氣 四百 四百 七百 一千千五 一直跳 跳到後面 市民最美的 沒有米 這個小孩 沒有人這麼 靠 眼睛 跟他噴水滴 這樣 噴水滴 這種的漫畫 在那個時候都出來了 反映社會就對了 你說米家 台北市的零售米家 在1947 1945年8月開始生氣 就是說所謂的光復開始生氣 到二二八前一個月 這一年收穫裡面 你可以說米家去多少 去四百倍 嚇死啦 去四百倍 這張雞蛋 一年去五十倍 嚇死老母雞 所以現在一粒兩 如果是三塊 去五十倍就是要百五塊 對啊 沒有啦 你用7的茶葉檔來算嗎 沒有啦 7的茶葉檔比較貴 開始是算角的 開始算角 對啊 所以你看 不是你如果十塊去 五十倍是多少 一粒兩五百塊 沒有啦 茶葉檔 不是啦 它是壁紙下去算 對 壁紙下去算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 壁紙的貶值是五十塊 那為什麼會壁紙貶值這麼快的原因 實際上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央在台灣有接收一些工廠 成效不髒 要花薪水 要買了這個原料 就要台灣省先代電 代電的企業就有了 你知道 鈔票不是按了就有 你那些鈔票 這應該就是造成 台灣當時通貨膨脹的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所以台灣那時候號稱光復 本來是沒有辦法記台 說給一些生活變得很壞 所以有一個漫畫 我們繼續看 那個 《天心心月報》 有這三個漫畫 你看大家都招 很多人在招 盪鋪 這是 家徒四壁沒有飯堂吃 還乾脆一了百了上吊 所以1946年那一年 自殺潮 含那個東西李毅宗 在總理紀念週的演講 他也說 他說台灣最近自殺潮 為什麼會自殺 不是吃太飽的 不是失戀的 是沒飯堂吃 還是說失截 所以你看看 日子過不下去了 有那個 有那個 補助的社論 題目叫什麼呢 請政府按月發放薪水 安月沒辦法 對 這就是社論題目 你剛才陳教授說 吃韓子簽飯 韓子簽沒的 韓子簽沒的 還沒怎麼煮飯 對嗎 三餐都吃這個 對 因為我們爸 我們爸以前吃韓子簽 吃韓子你知道嗎 對 吃到現在我們媽媽 如果飯裡面放錢 有的人現在飯裡面放錢 對 勾錢痛苦回應 對 對 我爸都說 為什麼以前吃不夠了 這邊可以補助一下 剛才薛老師說的那個 通貨膨脹嘛 因為一直印鈔票 所以呢 應該是這樣講 通貨膨脹的這個 這個發行的面額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節節高升 一開始發行的最大面額是10塊 到1948年 12月已經發行到一張1萬 面額一張1萬 這張1萬塊 然後呢 鈔票的發行量起初是53億 到1949年的6月 這哪個 五千兩百七十億 增加一百倍 這主要一定補掉的啊 對 一直通過文章 一直印鈔票 那你這只是講台灣內部 跟中國風在一起就更有趣 因為你剛剛一直講 我們說講到1949 228時候固然嚴重 請大家記得 228事件過了以後 更嚴重 狀況是更嚴重 而不是改善 這一點要理解這一點 不然可能會做 不是只有二十百一尺而已 對 後來越嚴重 可是那個時候已經 已經這個 整個的軍警特 全部進駐台灣 所以再苦台灣人也沒有辦法反抗了 要說 那是另外一件事 228之後兩年後1949年 幾乎翻盤嘛 1949年距離1945年 算起來物價指數增加7千倍 四年而已 四年 所謂光物後的四年後1949年 不客氣 我要釣到那條鎖我也買不去 有價指數變7千倍 7千倍 你看你搖動 7千倍是 牛肉麵 滷肉飯現在一碗25塊 7千倍是 7千倍是 這樣說了 媒人 大學你這月 頭一年級 你買制服今天是一百塊 四年要賠了吧 那年可以賠多少 一百塊 七十萬 七千倍嘛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接棒 來228是發生在1947年 這是1945年8月14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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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 那時 這年老人在迎接跟慶祝 到處呢 國旗飄揚 這樣 但是 1947年 1947年的天堂 1947年的天堂 在天堂有兩個守門人 這個人說 火摩沙發生什麼事啊 一直有人進來耶 這個人就說 你是陳欣 因為有看到名牌 陳欣就是台灣信託的董事長 這一個 陳欣 這個陳欣 這個陳欣 這等一下來講 然後呢 這個人說 張兄 我們台灣伊奧到底怎麼 這其實都在天堂的對話 他說 我也不知道 你看看 你知道嗎 這排這麼多長 這排多少人呢 可能排差不多2萬8千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我先請教陳教授 李奧發生的時候 氣氛你敢有了解 那時候 因為我只剩下二年而已 台南市 晚上是轉省裡面 比較安靜的一個多次 但是呢 我現在記起來很清楚就是 李奧發生一天 好好訓練我們廣播 現在台南市 台南市區發生動亂 請全校的老師 馬上帶著學生 迅速的安全 離開學校跑回家 發生動亂 發生動亂 所以老師 雖然說 隨便 帶我們學校 那種學校的 全門後門都打開 結果我們趕快跑路回家 我路人看 因為我家裡離開 所以我只有一個家庭而已 看到路口 和校門都有老師 在那裡 都安排老師在那裡 在那裡 兩邊的店民 店都關起來 街上安靜一片 是 回家以後 回到家裡民以後 跟平時不一樣 平時算很老 對 跟平時不一樣 回到家裡以後 父母就交代 不可以出去了 也出去了 出去了 是這樣的 很肅殺的 對…我知道的情形是這樣而已 是… 那種外面的情形是 以後 綠色聽 在那中部在說的 你知道嗎 在說那時候 當年的時候 台南市到一條街 那裡 阿嫂叫我們打到老火老地 還經過一段時間後 他說 喔 我軍來 開大腳車 倒廚在掃車 看人家 跑到人家 倒廚掃車 是 還有看到的是 我家 因為是民族路的店民 家的門口 最初都看到那個軍車 塞岸家的門口過 在順路就對了 我實際影響車而已 那是你說在家裡 其實家裡外面 像台灣的精英 剛才說的陳鑫 就很大針 就很大針 對… 陳鑫是什麼人 那個… 陳鑫喔 是日本時代 我們台灣人 第一個 這個金融機關的創辦人 日本時代有一個 台東信統 大東 大東信託 那是古倫比亞 古倫比亞大學回來 學經濟回來 那我會準備到 古倫比亞大學回來 對 日本時代 古倫比亞大學回來 參與了林獻堂的文化活動 同時創辦了台灣人的金融 第一個金融 所以日本人對他也很痛 想要拉攏他 一方面又怕他 這樣的一個人物 所以他那時候 其實他也是 真有中國師匠 是 所以一個建築 當他所謂的光復 他下去 透過那個大東信託 然後去台灣信託公司 改組了 然後 全島科技東 為了分支機構 他就透過 那個台灣信託公司 到處 大家開始設牌樓 歡迎祖國 交唱國歌 就是由於推動 他也有祖國情懷 他也有祖國情懷 他也知道說 一年四個月 他讓你來搶賓 我看他不歡迎 走就走到沒有 他後代有被波及嗎 他後代 當然 很多生活上會困難 陳盤古先生 後來 他的很多 譬如說 大東信託 來併入 台灣信託 來併入華南銀行 這個中間很多內幕 另外說這個 陳鑫有什麼被打掉 你要問我我問什麼 不是阿姨 對不對 我是歡迎祖國的啊 日月八十天發生之後 有那個 處理委員會 在中山頂開火 他也沒去 但是 他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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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來 三千 他還在睡覺啊 穿著睡衣啊 就在冰的 冷的燙 就帶走 這一類的 這類的 不知道去找個對 那些 他都找不到 你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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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 台灣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 杜威的學生啊 哇 如果我們問杜威說 你教過的外國學生 你印象最深刻 杜威說 我有兩個最深刻 一個叫胡氏 一個叫林茂生 林茂生 他總是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 他也沒去 他也沒參加什麼會 也沒說反恐什麼 他只要去 他只要去 公圍公五分鐘 他就回來了 這樣 後來 也是下去了 就點名做了 點名做了 有一種說法 對不起 怎麼會找不到屍體 所以那個 剛剛美人姐講到那個檔案 開放 這是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那個人在床上 你可能看到通緝令 所以有的受案家屬說 你們要註記啊 這個人已經 現在都已經知道槍斃了 那個還發佈通緝令 所以這很重要 假的就對了 其實在床上 但是假的都要 反旗下他就處理了 所以 所以資料也要做解讀 林茂先生的事 聽他說一種說法 就是我後來一個參議 陳怡手下的一個參議 他的回憶錄下來 他說 那個 台大的秘密的特務就對了 台大的特務 拍電報給中庸 蔣介石 他說台大情況不穩 那可能是林茂生在背後鼓動 蔣介石馬上回電 不透過陳怡 馬上回電給他 特務那些單位 術擊槍決 就要抓去槍決 一個這麼優秀 這麼精英的人就術擊槍決 這個阮美書老師 他最近有查理 他說可能是六張禮槍斃 以前有種說 林茂生是被裝在麻布袋 丟到淡水河 最近這個可能要推翻了 他跟暖潮日 他說有一部 那個吉普車載了六個人 其中有一個是 暖潮日是 暖美書老師的 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可憐 我不要去死體找不到 這個家屬也很痛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這正在空腹時要 只要讓我家屬靠近 靠近 新文漫畫畫 其實喔 不管到過去還是現在喔 這個漫畫總是可以最嘲諷的方式 但是卻很一針見血的去點出一些問題 對不對 對 李老師這邊還有一張漫畫 對 我一直很珍貴這張漫畫喔 對 我一直很珍貴這張漫畫喔 這些二二八事件發生 隔月一個月後 在上海的一家周刊 刊出來的 這個漫畫的題目 他叫做 勝利之果 就是說抗戰勝利 那站在我們台灣的立場 我相信 他才叫做什麼 叫做光復之果 就是說你看 果嘛 果實的果嘛 果實的果 一個大蘋果 可是爛蟲一堆 而且你看他東北爛得最嚴重 因為東北爛得最嚴重 因為東北爛得最久 對吧 然後 吃你這個小蘋果 但是小蘋果本來是新鮮的 我說二二八事件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不是族群問題啦 不是 不只是官兵民法而已啦 這是什麼 兩個不同的社會嘛 你把它吃過來嘛 你沒有尊重它的自主存在嘛 對啦 有道理 所以這個漫畫很珍貴的 陳教授 我看你的漫畫裡面 戰後七十年台灣史 你裡面第七點 你有說二二八也造成 這個台灣獨立的原因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 因為二八有些有優秀的精英分子 像廖文藝兄弟 知道日本 因為國軍領不到 頭前往日本 他經過香港 還轉到日本 在日本生立第一個台獨的組織 第一個台獨組織 然後他在東南亞各國到處遊行 到處旅遊 找台灣的留學生 影響他們的參加 推動台獨理念 對 推動台獨理念 對 那路維修 國民黨很厲害 透過地下組織 去遊說 去影響 他比較奇異來歸就對了 回到台灣 是 國民黨 給他的誘因 第一個 是你在栽埃的 桌傘全部 發還給你 第二個 給你做 十文水口 建築的副總工程師 以前十文水口 剛才建築嘛 是 用這兩個誘因 把它印回來 所以這個廖文憶是要印回來 廖文憶印回來 廖文憶印回來 跟廖文憶 跟廖文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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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文憶回來 其他的台獨組織 大家玩得要不一樣 繼續在美國 在美國 在那裡 繼續擴大組織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後來的 這個台灣獨立聯盟的 這個 台灣獨立聯盟 第一個 第一個主席 是蔡總統 在第二任的主席 是張燦宏 張燦宏 他在一九九年 那個名單取消後 他回到台南市 競選 台南市長 動選到 動選到 動選到後 他為了要突選 湯德章的禮拜角色 所以 湯德章 給青山的台南市民生龍 有名字 叫湯德章 紀念公園 就是這樣 那個 湯德章紀念公園 是台南市的市長心 那是議員 現在最有名字 了解 張燦宏 現在也在裡面 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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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剛才陳老師說的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 原來有祖國情節的人 祖國來的祖國夢醒 你要一個 會朝向台灣獨立運動裡面 當然就是對於 既有的 來的統治者的失望 那以及不同的那種感覺 那種認同的感覺慢慢產生出來 在日本世代 台灣人雖然有這種 某種程度的這種 主體性的思想 可是有潛在的所謂漢族哀 漢族哀 這個時候經過228事件來講 很多人變成是有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在台灣的政治意識來講 是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日本是很重要的 所以廖文藝就是一個例 廖文藝 這個歷史很多 剛才叫廖文藝 廖文藝本來是在祖國師匠很重的人 他在日本時代就跑去中國了 在浙江 然後從中國去美國留學 留學回來之後不回到台灣 還跑到浙江 在浙江大學在九州 前後他回來了 回來了之後 還要辦一個禮集 叫做前鋒雜誌 前鋒雜誌 前鋒雜誌經常也在說 現在憲政要怎麼樣 祖國怎麼樣 剛才2月8日發生 那個時候他人在中國 他回祖國考察 結果回祖國考察 剛才沒回來 準備要回來的時候 這邊發生2月8事件 還公佈 這個通緝 通緝 公佈那個暴動守謀 結果廖文藝在裡面 就是人也沒有在台灣 我人也沒有在那裡 我變成暴動守謀 當然不可以回來 我就是跑去香港 然後到香港 跑去日本 開始走台獨路線 所以台獨是被你逼出來的 是 就自從今天我們說台獨 被你中國逼出來的 我常常說 我語取好獨摘 語不得已的 我不是那個動力 我像你別的 我別的 我給你通意 我會死 好 好 那這個事情發生在 因為1945年日本人回來了 是 1949年 舊改叫他來 是 那中間有一點空檔 所以派陳儀來 對 所以這二八是要算陳儀的小 算蔣介石的小 這個 陳儀向來 所以嘛 就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來討論嘛 當然啦 大家都有結論 對 我們問題是說 這228事件之所以惡化的原因是什麼 是3月8號你部隊來了嘛 本來3月6號之後左右 已經情況慢慢穩定下來 你3月8號部隊來 誰派來的 蔣介石派來 你為什麼派來 聽信特務的片面支持 所以 而且更重要的是 擁有最高權力的人 就最後的政治判斷的人 要負最大的政治責任 對 這是很重要的 是 陳儀要來鎮壓 叫他這個資源軍隊 這個中間就知道嗎 有正義知道嗎 你什麼叫 有 有有 他太太太熟練了 有熟練了 有熟練了 因為在中間的時候 那個控制結束以前 在中間的時候 中間的時候 就準備台灣 有熟練 做一個後退的基地 邱老師是說有熟練 熟練就表示一定有正義 有正在我們那個 有啊 所以我們熟練就走出來了 一定就走出來了 本來這個中間 叫那個張錫雲 張錫雲教授 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的張錫雲 喔 人的怨念到底有多可怕 不小心得罪人 有可能災禍上身 到別人家農地亂丟垃圾 所受到的警告 為什麼會讓你嚇破膽 笑